要想保持一个健康身体 我感觉巧妙控制碳水化合物是先知条件 嗨,大家好 今天开门见山 想为大家分享一套 我自己控制碳水化合物 保持养好身材的独自方法 感兴趣的朋友 请一定要看头最后哦 很多人认为要想不发胖 就得少吃碳水化合物 或是干脆不吃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吃多了碳水化合物 当然会发胖 还会引发高血压糖药病等 生活方式相关疾病 但也不能不吃或是吃得过少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和脂质 这是人体营养的三大基本要素 碳水化合物为我们提供能量 辅助身体吸收其他的营养 维持到身体各个器官的正常运转 不吃或是过少 会引起身体疲乏 好容易吃尽的营养 就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吸收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 会引起肌肉量减少 肌肉量少了不仅不容易减肥 而且还会影响体型曲线 我虽然55岁了 不仅手把没对肉 身体曲线还算过得近 不算太独行 所以我认为碳水化合物千万不能去 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我的具体方法 首先是不吃含水分多的柔软米饭 我做饭一般水分都较少 口感偏硬 几乎不吃很软的西粥 听了我这句话可能大家会发笑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是的 长时间熬的西粥 与其普通白饭吃进肚子里很容易消化 血糖也容易升高 再加上一不小心就会多吃 反而会堆积肉 大家听说过GI值吗 GI值 也就是说当我们吃进某种食物之后 血糖上升的速度 简单来说 越是容易使血糖快速上升的食物 GI值就越高 所以吃低的GI值食物更健康 同样是大米 普通干饭它的GI值是73 但米饭就是78 要高一些 把米饭稍稍煮硬一点 它的GI值就会比普通的大米要低一些 面条也是同样 换句话说 要想不长胖 除了控制量 还得要吃硬饭硬面 这样你的血糖才容易得到控制 还有呢就是热饭 我把一般就是米饭呢 从电饭包拿出来的时候先让它冷一下 凉了我再吃 这样的话GI值会下降的 有些人也许不喜欢吃硬的饭 其实啊吃硬点的 相反我们可以去细嚼蔓延 这样呢不仅能够预防吃的过度 而且还能促进唾液分泌 而且呢还能活跃面部肌肉的 换句话说不也是很美容的吗 还有就是吃的顺序 饭前呢我一般就是多吃蔬菜 特别是这种 用白醋拌的黄瓜和裙菜 据说饭前吃这种酸的凉拌菜 能够一直吃米饭时血糖陡然上升 对了对了还有糯米制品 它也是GI值很高的食品 我爸一般出了年底 其余时间都不吃 一般糯米制品大多都含糖 而且呢吃在嘴里绵绵糊糊的 松松软软口感相当好 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吃过量 所以呢我平时吃的很少 第二少吃面食 这在前段时间我已经介绍过了 就不细说了 简单来说呢普通的面食 它不仅GI值很高 吃进去血糖就容易上升 最主要的是它里面含有会引起身体各种炎症的肤质 吃多了呢就会增大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 第三吃红薯土豆玉米南瓜等时呢 我就尽量减少米饭量或是干脆省掉 因为它们都是碳水化合物 香蕉也是 一根普通大小的香蕉就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 像我们这样的中年米信 这个时候呢需要省掉米饭或是其他主食 第四豆类 像我们夏天常吃的毛豆 纳豆 厚豆腐 还有其他黄豆类 虽然它们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大豆黄体酮 但它们也有一定的热量 这种时候呢就需要做点减法 比如吃了毛豆 那么我吃的米饭呢就是松松的一小碗 纳豆一合的话也是松松的一小碗 吃了豆内的时候呢我一般肉类就吃的很少 因为它们的热量合在一起很可能就会超标 其他呢饭前喝杯水特别是无糖的汽水 还有就是白米饭里面加裙袋菜和豆腐 这些都是帮助我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方法 有关我的控制碳水化合物 释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也许朋友们还有比我更高一筹的妙周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们宝贵的经验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获得学习的机会 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在百忙中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さような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